今天我们来用烘烤炉做黄梨排骨 黄梨排骨是一道广东省的传统名菜 酸甜口味风味独特也是美容养生餐 当然做法非常多 跟着我用烘烤炉就可以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开始我们把备好的塑料袋打开 然后把以洗净斩块的猪排骨600克的放进塑料袋里 然后把调味料辣椒酱两大茶匙 黄姜粉两茶匙 砂糖一大茶匙 盐一茶匙 姜末两大茶匙和料酒四大茶匙 然后抓紧塑料袋口 摇摆转动塑料袋 让所有的腌料完全的和排骨混合 然后再将塑料袋口打开 裁放黄梨450克切心器块的 然后再次的抓紧塑料袋口 摇摆转动塑料袋 把黄梨和排骨腌料混合 过后把塑料袋里的空气排出 然后将塑料袋口收紧 用夹子把封口固定起来 腌制三小时 记得别腌制超过三小时哦 不然肉质会变得太烂而不好吃哦 腌制三小时后呢 准备烤盘 然后取两张大锅烤盘的细脖子 然后先将一张细脖子铺底 然后把腌制好的黄梨和排骨呢 从塑料袋里沉在细脖子上 然后将另一张细脖子呢连接盖上 先将最长的一边呢连接折叠起 用饭匙呢将黄梨排骨稍微的摊开铺松 再把细脖子盖上 才把所有两面连接折叠封起来 然后把这细脖子包放上烤盘 对了记得把烘烤炉先一热先哦 然后将烤盘放进烘烤炉的中层 把温度调气220度 时间调气35分钟 35分钟后将烤盘起出 然后用刀把细脖子撕开 把黄梨排骨盛上盘 也把汤汁淋上 这就是排骨又酥又暖 酸甜可口开胃的黄梨排骨 ach 来愿者 来愿者